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现在来到第三局的比赛 刚刚小爱与小黑的战斗是平局 所以他们两个都可以参加接下来的比赛 小黑因为与普通人战斗 所以就算他晕倒,他的能力也不会消失 第三场比赛是由林子对战小黑 现在鼎鼎有名的杀手竟然被弄成光头了 他要为此报仇 他们的战斗场地是猫咪战场 现在小林和小黑来到巨大的房间 这里周围都是巨大的猫猫 现在开始说明规则 只要让对手被猫吃掉就算胜利 然后这个游戏的重点就是让对手碰到猫鼻子 就能让敌人变成老鼠 这样猫咪只会攻击老鼠 游戏开始,小黑就直接使用他的能力 飞了起来 林子使用猪指变成炸弹攻击 差点就炸到大猫咪了 惊醒的大猫咪也会攻击他们 小黑使用他的羽毛攻击猫咪 然后再飞过去碰他的鼻子 这样林子就变成老鼠了 变成老鼠的林子就这样被猫咪追捕 小黑也在上方攻击林子 由于刚刚上一场比赛 小爱是普通人,所以小黑就不使用这招攻击小爱了 现在大家都是能力者,他可以尽情使用能力了 林子到现在都不攻击,因为他不想伤害到那些猫咪 现在林子来到一个冰箱前 林子假装打不开那个门,引诱小黑飞过来 然后他是先在门口那边放了几颗炸弹 当小黑一飞过来的时候 猪子爆炸,炸开门,砸到小黑 顶级的杀手也不过如此 然后小林爬到冰箱里面 但猫咪已经跳上前要把他吃掉了 突然猫咪就停住了,他闻了闻林子 然后林子就趁机碰猫咪的鼻子 让小黑变成老鼠 原来猫咪最讨厌的是柑橘类的酸气味 林子刚刚就把柠檬往自己身上淋 所以猫咪才不愿意靠近他 现在一群猫咪不停地在捕捉小黑 小黑想再次用羽毛攻击猫咪 但被林子给叫住躲过一截 林子在用猫咪的叫声叫猫咪 然后躲过了小黑摸鼻子 现在小黑把能够跳高的东西都击碎 让猫咪跳不上来 小黑把林子给击倒 林子的攻击打不到小黑 刀巴南说 像小黑这种没感情的杀手才是最强的 还笑林子为朋友报仇 结果自己都敌不过小黑 林子访驳他说 小爱就算没有能力 也勇敢地与小黑战斗 他才是最强大的 刀巴南还笑他 除非你会飞 不然你怎样都打不到小黑 现在小黑发出最后的羽毛攻击 林子只是蹲下来像是准备着什么 一阵爆炸后 林子就飞了上天 原来他的鞋子是特殊合金做成 里面塞满了珠子 引爆珠子后就成为火箭飞上天空 小黑煽动翅膀 吹出强风来打散林子接下来的攻击 林子手指插住钢管 使用珠子炮 其原理就是把里面的珠子第一颗引爆 然后其他珠子就喷发出来 就可以一口气释放出大量的珠子 就这样小黑被击倒成为了猫的盘中餐 林子就这样大获全胜 来到第四局 昨夜对战植木 战场是跳绳战场 现在只要植木他们移动 绳子就会开始甩动 而且绳子还带有高压垫 植木想用威风堂堂挡住绳子 但是无效 威风堂堂在他面前就像豆腐渣一样 植木使用铁攻击左眼 左眼让毛巾变成铁 然后倾斜让铁滑走 左眼弄出一个弹簧跳上高空 然后把植木给锁在地上 植木使用白鬼夜行躲避绳子的攻击 左眼现在是八星级的等级 植木使出唯我独尊 把左眼给吃掉 但左眼用铁挡住了他的嘴巴 他叫植木使出真本事 现在双方躲避绳子跳了起来 左眼使用回旋标攻击植木 但要攻击到植木时 他变回布 然后缠绕在植木的角 让他接触绳子而被电到 小爱问左眼为什么那么强 他的能力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 当然左眼的能力是不怎么样 但是他的战斗敏感却出类拔萃 他才是使人团最强大的天才 碰到那么强大的对手 搞得植木都兴奋起来了 植木使用白鬼夜行攻击左眼 他往下砍就轻松了化解攻击 左眼告诉他 战斗中关键的不是能力有多强大 而是采取怎样的部署 简单来说就是要出奇之胜 植木从地底使出唯我独尊 咬住左眼 但还是被他用铁棍挡住 植木在使用木棍敲打自己的攻击 让他喝嘴 左眼使用回旋标抛到植木上空 变成布抱着植木的头 然后再变回铁锁住植木的视线 植木把木丢出去 用声音来辨别绳子的距离 然后跳了起来 但跳起来的同时 左眼也使用回旋标攻击植木 现在左眼抛出一堆的回旋标 然后变成布 植木用手把全部捆在手上 当布变成铁的时候 植木就使用不到神器了 植木说 这样他就用铁拳攻左眼 当要攻击左眼的时候 他把能力解除 但植木直接就用拳头揍左眼了 他们就这样你来我往 刺手空拳的战斗 植木再次使用白鬼夜行 然后使用树木抓住他 这样左眼就打不下来了 但这次左眼把他给往上打 植木就顺势打下去 幸好左眼使用铁盾 不然就GG了 现在他们跳到上空 植木用树木想挡住回旋标 但无效 现在绳子不断加速 他们降落一阵子就要再跳 由于植木的神器需要在地面扎根才可以使用 现在绳子加速 他就没有时间使用神器了 小天叫他使用那时候打动铺头的方法 跳到左眼上方使用铁攻击 现在植木使用树木二连跳 左眼已经看穿他的目的把树木给砍断 植木使用白鬼夜行跳到上空 但是很快的就被绳子给打掉 植木使用快到乱码 想让左眼早一点跳 然后下降瞬间就被绳子击中 左眼已经看穿他的目的 他使用弹簧让自己的跳跃更持久 现在植木已经来不及跳起来了 但他躲在刚刚用白鬼夜行打到的地洞里 现在植木使用铁攻击空中的左眼 左眼就这样被打到舞台旁边 差一点就掉下去了 其实左眼从一开始就打算摔出场外输掉的 他想看看植木的能耐 所以才跟他玩玩 想不到现在的植木那么厉害了 刀巴南叫左眼这样可不行哦 这样的话他就要改变约定了 原来刀巴南在拳王的景象后面放入了一个天界的吸血生物 是刀巴南求把格雷特找来的 只要苏醒瞬间 几秒之内就会吸干拳王的血 所以左眼是为了拯救拳王才加入罗贝多使人团 其约定就是除掉20名的能力者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